Hello 各位家長 大家好 我是Miss Emma 今天我們這條影片 想跟大家分享 如何改善小朋友 特別是自閉症 抱懈的小朋友 一些自我刺激的行為 所以如果家長 你都在遇上這個煩惱 記得看下去 先說到自我刺激的行為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給一個定義 如何為之一個自我刺激的行為 在ABA的理論 自我刺激的行為 是任何一些行為的表現 是重複性的 不停地去做的 而它沒有在一個特定的場所 對著不定的人 或者是一個特定的時間 就是說其實在任何的時候 對著任何人 他們都會很重複性地做著一些行為 那些就會是自我刺激性的行為 而同樣地 我們一般的觀察 很多時候一些自我刺激的行為 都是一些觀感上的刺激 同樣地有另外一個 自我刺激的行為 就叫做 自我刺激性的行為 同樣地其實在名字裡面 帶出就是 當星兒 他們可能是一做這些觀感刺激的行為的時候 他們瞬間就會立刻去滿足到自己的觀感上的需求 甚至他們會覺得很開心 很刺激的一個做法 但是同樣地 其實當小朋友經常沉醉於做一些自我刺激的行為 小則 他可能是不專心 或者是未能夠在課堂上好好地融入 或者是配合學習 而也有些更加嚴重的那些 可能是經常來拍打自己的頭 或者是經常擋手 會造成身體上或多或少的一些傷害 所以變相我們有時候都會有限度地去改善他們的自我刺激的行為 那怎樣改善自我刺激的行為呢 我們接下来就會好好分享一下 好 去改善自我刺激的行為 其實我們同樣地同步 需要改善他們的自我控制的能力 因為很多時候 說到其實他們一做這些行為的時候 他們立刻已經是覺得很開心 他們不是因為想做這些行為 他好像其他問題行為那樣得到任何東西 例如說想得到你的關注 想要求一些玩具 其實並不是的 他們是自己處於一個空間裡面 他們已經是很享受 去做這些自我刺激的行為的了 所以有見及此 我們希望在一部分 讓他們學會在某一些的時間 某一些的場合 例如說在上學的期間 他們是不可以去做一些自我刺激的行為 而影響他們的學習 那在那段時間怎樣算呢? 就需要有自我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 他們要懂得分 在不同的場合 對著不同的人 或者是在不同的時間裡面 我是需要控制自己的行為表現的 但是在某一些可能比較輕鬆自在的時間 例如說可能回到家 甚至乎在其他的場合裡面 他們可能比較容易可以做到自我刺激的行為 當他能夠有第一步 能夠自我控制自己的行為 而是認識在哪一個場合裡面 他們可以做任何不同的行為 就會幫到他們大大減少了 因為自我刺激的行為 而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 如果家長有興趣想了解更多 如何改善小朋友自我控制的能力 我們也拍了另一條影片 可以去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或者是我們的Facebook page 可以再詳細了解 究竟有什麼訓練的方式 去幫助小朋友提升他們自我控制的能力 第一步 我們可以嘗試提升小朋友的自我控制的能力 去改善他們自我刺激的行為 第二步 就是我們可以幫他們找一些替代的行為 而那些替代的行為 看起來是比較合適的 也可能對他們影響日常的社交 例如學習 甚至乎對他們身體構成的一些損傷 都可以大大地降低 那如何去找一些適合的替代行為 也當中有些學問 第一件事 要首先留意你的小朋友 那個自我刺激的行為 是在觀感上哪一個方向去做一些刺激 例如是他們的視覺的刺激 還是他們可能是有些 可能是一些動作上的刺激 要先找出究竟他們是哪一方面的刺激 然後看看有沒有一些日常的活動 看起來是比較合適的 然後就培養他們在活動上的興趣 從而去替代了 他們會透過要做一些 可能是不合適的自我刺激的行為 去得到觀感刺激 而他們可能去發展某一方面的興趣 去取替他們那一方面的需要 例如是一個例子 有一個小朋友 他很喜歡拍打一些東西 很多不同的物件 他都會不斷拍打 所以我們會找一個相類似的興趣 例如是打鼓 所以在空冷的時間 可以帶他上一些打鼓的課 甚至乎在家裡 可以培養他打鼓的興趣 從而用打鼓的興趣 幫他去替代自我刺激的行為 去找尋一些有機會合適的 替代的行為 或者是替代的興趣 從而希望可以替代到 他們去做自我刺激的行為 要先留意 究竟你小朋友 喜歡的觀感刺激是什麽 有不同的方法 也可能是譬如說 譬如說彈鋼琴 行不行 或者做一些體育活動 行不行 都要有不同的方法去試驗一下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小朋友 以及能不能夠成功 去替代了他做一些觀感刺激 或者是一個自我刺激的行為 另外第二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要持之而行 並不是說一個月去試一次 然後就想著他可以發展的興趣 很多時候我們會建議 可能上一些小小的興趣班 同樣地 也可以在家裡安排 例如說放了學 訓練完了 回家的時候 一個自我輕鬆的時間 他就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去用一個替代的活動 去滿足自己 那個自我刺激的行為 這件事也是非常之重要 幫他釐清在不同的場合 在不同的地方裡 有什麼合適的方法 可以滿足自己的觀感刺激 有部分的自閉症 是小朋友 或者是生兒 他們都會面對做很多自我刺激的行為 而為什麼他有效地改善他們自我刺激的行為 對於會不會構成他們 可能在社交上 學習上 甚至在生活上 遇到一些問題 也是非常之重要 希望今次這條影片 可以幫助到這麼多位家長 我們下次見 拜拜